守法公民 大家晚上好 5月12号 现在应该早上起来了 但是我要发这个视频 守法公民 这个滕都高铁上两位女性 打架的事 咱们就说是打架的事 那么给大家啊 很多人都说 这个正常防卫这个那个的 听我说 东哥在这方面 咱也别装逼 但是请我的就行了 开始 你们都知道 网上现在大量的舆论的导向 是这个防卫 正当防卫 你打我又打你 对吧 大家都觉得这个高铁 女的挨走 挨了一个另外一女士的山 就必须打回去 那么呢 这女孩就是正当防卫 我呢正好 正好有一个全部的视频 约等于全部 中间有一点停顿 但是不太影响这个整个事 所以我这个应该不是断章取义了 给大家看 先开始啊 慢 大家别着急 咱慢慢把这事啊 给捋清楚 大家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当然了 就是一直就觉得东哥是坏人傻逼的就滚的就不用看了 啊 来 咱们仔细开始 这个这个女的刚入座 开始 这就是被打的女性 若做开始 现在没有音 一会就有了 这女的就转身了 转身因为可能后的孩子有点吵 这女的就转身了 说能不能不吵 但是啊 我只是个人的猜测 哎 你看没有 是开始了 语言让 我不在现场 所以咱也不敢说 但马上 就有音频了 现在都在争执 都在争执 大家呢 都是把头转过去 首先被打的这个女士呢 先站起来了 先说了 肯定是发生争执了 但是只是嘴上的争执 大家都过来看热闹 对吧 大家看 成员来了 保安爷爷了 什么事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想骂傻逼 站起来就好 我就就说 不要这么没礼貌 这个是带孩子的女士 底下这个呢 就是被打的女士 稍等 好了 你们就不要 不要录了 我不行 他直接不去 给我小孩道歉 必须 是什么 什么事情 要跟我说一下 就对 小孩说 你说吗 你来 你来 你去可以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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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解释 但是你不来 和我小孩 这个是被打的女士 这是打人 他呀 他卖官 你 你吼了 你吼了 他什么呢 他 他 你吼了 你 我没说你 我没说你 你 不要当我 他知道 来 宝贝 来 小朋友 带我去一下 你看啊 咋这样 干嘛 这是小朋友 你在叫他 你在叫他 是 整个整个 是给成都 丢了 吵架 要不是成都 哎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张话 傻逼傻逼呢 是这个被打的女性骂的 傻逼傻逼一直在骂 这样哈 首先你们就是就是相逢 你私事 成务员来了 说话 调节 对吧 刚才说傻逼傻逼傻逼 一直说的呢 是底界挨打那个杨女士 带孩子的女士呢 说我带孩子先向你道歉 我嚷嚷了 但你呢 嚷嚷我孩子 你也应该道歉 现在就因为录像 争执 摔呀摔呀 这是被打的女性说的 这就是被打的女性 不要用手机来录了 说这是个事情 大家都是出门在外 都是相互理解一下 这成务员说的 这边呢 就是说一个条件 小朋友 跟你说 这个你好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现在 你不要这样子 我现在跟他说 我小孩 有小孩子 刚刚影响到了他 我跟他相识的道歉 我跟他正式道歉 但是他刚刚把小孩 我刚刚抱过了 对呀 给我小孩道歉呀 真的吗 我们现在 你作为一个成年啊 请你给我的小孩子道歉 我刚刚到过了呀 你什么时候到过的啊 我刚刚到过了 你自己没有听到啊 我刚还没听到啊 没听到过我批事啊 没听到 没听到 我们都已经说了 给你道歉了 如果小孩影响到你啊 你怎么说还带八字了 还带张话了你啊 我刚才说什么张话了 你刚才说张话了 这么多都听见了 说这屁话是张子 这女孩之间的吵架 我觉得都无所谓啊 大家听 这是被打的女性说的 感觉这就女孩之间的扯皮了 我凭什么要跟你走啊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你再说这不要 你怎么张口一个骂 你张口一个臂子 你再说你不上臂啊 就互相说啥臂了 哎不要打 哎 哎 好了好了 快走了 好 大家可以慢慢进头啊 听一下不要打 你们这样子不对了 好 大家请仔细看了啊 仔细看 哎 那女孩打了一下 啪 删了一下 好 这个被打女孩起来了 啪 论完了 给一嘴巴 完事了 这应该完事了 紧接着 哎 这被打女孩又打了一次 又扇了一个嘴巴 另外那打的女孩呢 还想打 但不敢打了 基本上就这样了 没了 说东哥你 这个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东哥 东哥得把话说明白了 这是有一个博主啊 这无所谓了 他有一个就是法律上说 这个有过错一方的动手先打人 且手段明显过激 这个呢就定性为呢 就是这是殴打啊 或者一方先动手 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 仍然受到侵害 还击的行为 是于正当范围 我下面我要说了 你们是不是都看了这个视频了 东哥已经买的视频给给大家播放出来了 那么既然我都播放出来了 那我就是告诉大家 东哥的一点不成熟的人知 我告诉大家就是我还原 后面的女士先是小动作 啪删了前面的挨打女士一个嘴巴 删完之后 诶 删完之后 诶 又删 大家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好 大家看啊 打人女士 准备了 准备了 好 停 一个小动作打了 好 打完之后 这女孩被打女孩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又还手了 一人一下 平了吧 准备 被打女士 紧接着在劝阻情况下 又来一下 好 我告诉大家了 大家仔细听 不管罗教授什么 这叫那介绍 听我的了 因为他们没有在基层 真的去见过 我见过 这个最后 成都的派出所警方 判的各打五十八板 主首先先动手的女士 发五百块钱 还手的那个女士 发二百块钱 我个人认为 这次警方 算是稀释宁人 做法不算失职 你们听我说啊 东哥 你怎么那么多人 都说他妈的 这个平等防备就得打 你怎么就不是啊 你还练拳呢 我告诉大家 因为这国法有一条 对方动手打你 第二 且行为过激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且行为过激 什么意思 是大幅度的殴打你 这行为过激 是非常激烈的去打你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被迫的还手 正当防卫 那这个视频看 这个女孩 打人的母亲 他不是抡圆了 或嚣张的去打 打的去连续的攻击 而是突然的一个小嘴巴扇过去 这不是我胡说的 大家都看视频了 你们要骂我的 咱们长眼睛 用眼睛说话 那么挨打的女士 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大家看见了吗 他打我了吧 他打我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挨打女士 一个大嘴巴扇回去 我个人认为 需要东认为 这个可以算是整当防卫了 这个时候 一边一个嘴巴 就应该停止了 大家也看见了 紧接的 很多人都过来了 完了之后 来来阻止 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非常好了 sorry 看 巴达 这个嘴巴扇过来了 这是对于第二个次准备 扇过来 再来一次 大家看 你的第一个嘴巴扇完了吧 应该完了 这两个人互扬了一个嘴巴 这么多人来劝 好 这个女的 被打女士 第二次又扇一大嘴巴 大家看见了吧 那么第二次 扇这个大嘴巴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来了 是因为 所谓的正当防卫的女士 已经把一个大嘴巴扇回去了 且有很多人来了 那么这个两个时候 已经是对等了 那么挨打的女孩 觉得不爽 我虽然还了手了 但是我觉得不爽 我再一次还手去打 不是还手 我再一次打 这个 有可能涉嫌定型的是什么 这算是殴打他人了 因为首先一个人打你 你还了手了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就 我徐晓东认为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 这个母亲打人的时候 他不是那种 特别大的行为过激的那种 瞎打 只是一个嘴巴 当然 那肯定是不对的 我知道 很多人要骂我 我也说说 这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被打的女性 马上起来还手 起 还过去了 我觉得这事就行了 这个时候 就完事了 都不用各打五十大板 这件事就完了 但是我没 我没想到的是 挨打这个女性 觉得气不过 又给了一个嘴巴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考虑考虑 已经事态平息了 打人的那个母亲 没有进一步的威胁 这个挨打女孩的生命 生命身体 而且旁边有那么多人 见证的情况下 被打的女孩 已经还完手的情况下 两边都已经停止了 互相攻击的情况下 被打的女孩又打 伤了那个母亲 一个嘴巴 那么这个时候的性质 我认为 其实就变了 那么最后 成都警方 我再说一遍 这一次 我个人认为 成都警方 他做的 做的是得体的 先打人的 罚五百 多罚一点 罚五百 伤你先动手的 没错 非常好 先动手的 不对 后面的女孩 你挨了一嘴巴 你还回去了 这事就平了 差不多得了 你第二次 在已经停息的 这个争执的基础上 你又加上 又扇了一个嘴巴 企业旁边有券架的 有乘务员 在见证的情况下 你又扇了一个嘴巴 这个就我认为 第二个 就被打的女孩 行为有点失过了 所以 最后成都警方 罚了这个 第二次扇回去嘴巴的 这个女孩 罚了二百块钱 也就说 主动打人的 罚五百 罪责大 因为你先动手 第二个 被打人 为什么罚二百 因为你被打的 你扇回一个嘴巴之后 你第二次又扇了一个嘴巴 罚的是你罚的第二次 这又扇一嘴巴二百 这件事我认为 成都警方做的没有问题呀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媒体 要说防卫 我们要防卫 我们要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先听一个广告 听完广告 你们听东哥跟你讲 为什么这件事 其实很大 也可以很小 我给你做一些剖析 打架的事 全世界 什么王局 外嘴都别听 他妈的真的 就听我的就行 小广告 看一下 大家好 我徐晓东 MAT新的国标版 现在新出的果味的烟嘴 有龙井的西瓜的 绿豆的薄荷等等 原来老的MAT的味道 现在都回来了 味道跟原来一样 这边MAT一直做的 3.0和4.0版本的鞋 我推荐 质量好 价格便宜 关键是非常舒服 适合所有老年人用 和孩子们 请大家购买 回来开始 法律上有一条 对方主动打你 且行为过激的情况下 你把全打回去 这叫正当防卫 那么他这个法律上 有个且行为过激 那么咱们看看视频里 这个母亲 带孩子的母亲 他的行为是否是过激了 他首先是要先打 打 第二个是行为过激 也就说这种打法 是不是给对方造成了绝对的伤害 那么这个母亲站着 一个反手 一个小嘴巴 这是一个很有侮辱性的 没错 但是这种的打能致命吗 是那种明显的过激的打法吗 其实我认为 他是犯错了 但错 没有那么明显的过激 没有那么明显的过激 所以被打的女性 起来扇回大嘴巴 我个人认为 这个时候就可以稀释宁人 你的面子都回去了 但是你再打第二次 就过分了 因为那个女 打人的母亲 没有再对你实施各种的行为上的威胁 人身的伤害 因为且旁边就有人圈架的情况下 没有再打你了 这个时候你又主动打回去 其实这个我认为是过了 前提是 对方已经不给你行为造成威胁了 这大家听我说 第二个最关键的 如果你们认知的想法就是 中国的法律不应该这样 中国的法律就是 你给了我一嘴巴 操你妈 我就玩命的打 我必须打回去 那我请问 一个人给我徐耀东一个嘴巴 我徐耀东给他打死 给他胳背打蛇 给他打晕在地上 我就是正当防卫 没有任何错了吗 如果按照大家的逻辑 我就告诉大家吧 我徐耀东要过节了 我徐耀东要爽了 所有练拳的人都可以拿这个碰瓷去 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吧 好 我练拳管练的特别爽 哎 我练的爽了 叫大家普遍你们的逻辑 正当防卫 对方打我就还手 那我就可以走过去 小声的说一句 比如我这柳弯 前头捧一人 我就想打的 但我没有机会打 操没法打他呀 怎么办呀 不行吧 过去撞了一下 哎呦 但是我可没有主动什么上海人 我就说我这无意的状 法律上也没能把握怎么着 对方也没受伤 那这个对方非常生气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看着路你瞎呀 哎 人家说话过分了 我一天 我操 你说我瞎 我他妈说你瞎呢 你他妈演瞎吧 我呢 就说点脏话 你看这个视频的女孩 他是不是也在骂人 他一直骂傻逼傻逼啊 他一直骂傻逼傻逼啊 你看 傻逼傻逼 听见了吗 听着 听着 你再说一张话 听 好 听见了吧 被打句话 傻逼傻逼傻逼 听见了吧 那我也可以这么骂呀 傻逼傻逼傻逼 这个时候我骂你 傻逼傻逼傻逼 那接着 这个男孩听得不乐意了 你怎么骂我傻逼啊 一声气 给我一小嘴巴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 又像你们说的 他打你了 你要正当防卫了 我操 傻逼 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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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 给他 打折了 打晕了 打死了 在法律上 你告诉我是正当防卫吗 好 你不知道 东哥 你没有你怎么说的 那你就还一下手 两下手 好 你们想想这男子 给我一嘴巴 我是练格斗的 我把手抖抖 我抡圆了 巴 因为这个女孩 也是抡圆了 打那个女孩的呀 我抡圆了 巴 一嘴巴 直接给他扇晕了 直接下额骨骨折 这很有可能啊 躺地间 头撞地 二次伤害 脑子弄了 下额骨骨折 头中度脑震荡 鼻梁出血 最后 到了警察那儿 警察做过定性 徐晓东 你正当防卫 走吧 你们告诉我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就奉劝大家一句话 你们都学拳去吧 要不然的话 你们会天天挨揍 因为学完全的人 他们会找任何办法激动你们 你们只要是 失手碰一下 或打一下他们 他们就可以还手 东哥不能这样说 你这个就挑逗 我刚才已经三番五次翻译视频 你们看见了吧 这个母亲确实不对 先打人了 但这个嘴巴扇的幅度有多大 你们看见了吧 第二个 你看被打的女孩 那个嘴巴扇回去的幅度有多大 另外被打女孩觉得不爽 又第二次打回去 你们告诉我 这能是正当防卫 我说过 如此以此类推 人人平等的话 那么如果 被打的那女孩是我 我第二次扇嘴巴 那我一定玩命的扇 我直接把那个妈妈 那母亲给扇晕了 你们告诉我 我就是正当防卫 没有事 所以 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很多人 堂而皇直的说 我们要高 高尚承担防卫 折纳的 因为没有看过这个整版的视频 整版的视频 其实 双方都有过错 你们也看见了 被打女孩确实也骂傻逼傻逼 一直在骂 所以呢 她是也是有过错一方的 只是说严重的过错 是那个母亲先动手了 这肯定不对 我这么说大家 我已经说了好几遍重复的话了 有人都听烦了 但是你们仔细冷静下来说 看东哥说的对吗 所以 我告诉大家 所谓的东哥 那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所谓的 这个在东哥的法律 正当防卫的话 他最后的看 要看他最终的司法解释 因为他还有一句解 行为过激 这个行为过激 是你定性吗 还是我定性 还是公安机关定性 还是司法机关定性 最后最高法官定性 这个 且行为过激 这几个字 其实就是一个万能钥匙 就是给这个法律 留了一个口 说你这个过激了 可能就过激了 说你没过激 那有可能就没过激了 所以大家 在考虑到正当防卫的时候 你们也看一下这个法律 它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漏洞 因为东哥 这个是门清 我太明白了 所以我再次就告诉大家 你们还是那句话 就跟铁链女士 不用站在道德之高点高带上 你们想的都对 但是在实际操守过程当中 就像这一次 这一次 这次打架世界 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能给大家一次普法的机会 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适用正当防卫 什么时候不适用 当你的人身受到了伤害 受到了生命威胁 且你的家人受到了威胁 你无法躲避的时候 那你可以拿起你身边的东西 或者利用你双拳啊 这种武器来玩命的反击 保卫你的生命 保卫你的家人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看这高铁这个事 够这个层次吗 不够 所以大家整天呼吁 你这正昌王位 正昌飞位的 我告诉大家 就高铁这个打架案子 各打50大板 成都警方做的完全正确 我这句话 一定你们有说我大外星顶皮啊 我徐晓冬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觉得我傻逼 你们问问地痞流氓 你们再问问 你们当地派出所 骗警什么的 你们就把这个视频给他们看 看东哥说的对不对 我再说一遍 我是站在人民老百姓的角度 平民角度 踏踏实实的讲这事 我打过架 我也碰过词 我也被碰过词 东哥太明白当中的道理了 感谢大家看我这个节目 这也是守法公民的普法节目 我只是把这个事给大家剖析 讲清楚 你们怎么支持 没问题 我也支持正当防卫 但正当防卫 他第二句话 且行为过激 这个司法解释 有谁解释 你们要想清楚 第二 我含那句话 正当防卫 应该是在对方要侵犯你 导致你有生命危险 你家人的生命危险 你重要财产的危险的时候 而且你避无可避的时候 你再做出这个正当防卫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如果要向大家 你们理解的正当防卫 你给我一下 我就给你打回去的话 那我告诉大家 全国人民全练拳去吧 要不然的话 那就挨揍 挨插 下面还有小广告 感觉东哥说的还可以的 大家可以 看一看广告 有眼镜啊 有毛巾 有衣服都不错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给我沟通 但是我曲耀东今天说的 我告诉大家 绝对是正确的 这个视频 你给任何一个律师 法官警察 没跑 除非他们装逼 你不装逼的话 没跑 我绝对说对 而且我再说一遍 我平心而论 这次承东警方 做的是非常好的 把这事平了 把这事平了 我也其实希望 挨打的女性和被打的女性 打人的那个母亲 要注意 要注意 不要再这样了 被打的女孩 你还我手了 而且你的动作也非常的大 我觉得 也就行了 也就行了 大家有什么 可以继续沟通 继续评论 还那句话 我感谢大家 跟我去评论沟通 只要不扣帽子 不货极家人的 咱们都可以去聊 守法公民 大家看这个视频 冷静 看完了 别着急骂我 冷静的想想再说 如果你们都这么想的话 那东哥 就太高兴了 因为我可以随时揍你们 随时揍那些 他们跟我意见不一样 因为我一定会找着 挑衅他们来打我一下 那会我打他们 就多惨 你们想想 屏蔽万岁 猫山王顶级的榴莲 特色背包 各种款的眼镜 喝的 还有东哥品牌的衣服 请大家扫码 摇会越来越多 请大家扫码